到了嗎? 到了 快要浪費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Kerry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我們時間兩個月 我們回到這個社區 就是Richmond Walmart後面 我們上次跟大家分享一個頂層單位 而重點就是它那個小區裡的花園 是超級漂亮 開了很多花 好像一步一景似的 現在我們回來發現天氣熱了 不用穿長袖 泳池、Hot Tup 開了 很多人在享受 而最大的特點就是花霧 現在結了我的果 你看看 全部都是一粒果 你剛才可以隨手摘到我摘不到 我沒有摘它 我摘一摘它掉下來 現在摘不掉 不是這棵 旁邊的棵 看看這棵是什麼 這棵是你 不是的 它兩樣都有的 不同品種的 不要摘一摘 不要緊 它說可以大食 我已經問過街坊 繼續 我們進回整體 我們今天為什麼會回來這裡 不是摘你的 我們上次高層的單位 頂層已經很快賣出 已經成交了 新賣入住了 我們今天會和大家分享另一個放盤 上次是頂層 這次就得意了 我們和大家分享一個是ground suite 可以享受到這些花園圓矣 兩個門出入方便的兩房單位 現在帶大家走過去 走這條路 這裡 出快線 大家記得這個小區 其實是兩個大建築組成的 都是橫向發展 四層高 木結構 Polygon 大家在中間 我們之前賣的 9388 McCain向後 今次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前面 早一年成交的 就是9399 Otland 大家在中間 分享這個會所 有泳池 然後一路過去裡面的gym房 上面有乒乓球桌 還有很大的event 可以大家開派對 Lounge 看到這塊草地嗎 上次有隻兔子 這陣子來的兔子 不知道在裡面 可能太熱 我們現在和大家去看的 這個ground suite 不是這邊 我們這次和大家去看的 ground suite 它是屬於地面單位 其中一個大家可以看到 這些是可以直接 由中間的中央花園走進去 地面單位的優點 就是很多時候 你當然可以走到 建築的出入口 如果你喜歡到處散步 喜歡有地面 比露台大一點的花園 你就會有多些空間 而且我看到這個屋苑 我突然忘記了 這個屋苑的什麼名字 Mayfair Place 這個屋苑 整個兩邊 它的Strata 和它的圓藝都做得很好 你看它的地面單位 它的 privacy很高 全部都有些差不多去到我頸高的樹長 這個位置 這裡開始 向右邊 就是靜一點 因為剛剛中間 比較多人的area 大家可能擔心 會不會太多人在我面前走 我們這次和大家放盤 分享的這個單位 就是進來向東這一邊 最靜的一條內街 而且是一個 差不多是去到最後 End Unit之前一個的 所以通常走進來的人 都真的是這幾個單位的人 不會太多外人 會在你面前走來走去 因為這條路直去 已經是圍欄 不會再通去任何地方 首先 Ground Street的好處 就是對比上面的露台 我們會有一個大小小的空間 這個花園 其實 privacy 都做得好足 除了有自己的閘門之外 你看兩邊都有樹牆 外面也有一些樹木 所以你在單位的 這個桌子 就好像完全是自己的花園 沒有太多人打擾到你 而且剛剛也說了 這條路基本上 就是這幾戶業主才會走 大家可以在rubicure 在這裡坐一下 喝杯茶 都很舒服 現在和大家進來參觀一下 這個單位 都是一個兩房 兩次雙車位的單位 這次的面積 會小一點 是830呎左右的室內面積 上次Kerry和大家分享 旁邊座的頂層 四樓的單位 就是900呎的室內面積 最後我們掛牌的749 後來賣了超過80萬 這個我們也是一樣開749 歡迎大家來看看 它的開積有點不同 剛剛大家看到 是有少少長條形 但比較闊身 這邊完全是客廳位置 有冷氣 房裡也有 這個位置完全可以讓大家 放到很大的L-shaped沙發 因為門是在旁邊 這個位置也有進去 牆壁 你可以再出一個電視櫃 這邊就是外面的Pateo 方向向東 早上比較光明 下午不會太熱 這邊在中間走廊去房間 這邊有燈的位置 其實可以讓大家放得很大餐桌 最後在這邊就是廚房 一樣是Polygon的發展商 這一戶的業主也是一手業主 自己一手買入之後一直住到最近才剛搬出去 搬出去的時候 單位的狀況維護都很好 你看到所有的櫃面 桌面都很新正 我們都做了專業的清潔 所以下一手的買家可以很安心地拿包入住 最多如果你喜歡的話 留下顏色地板都保養得很好 我們說說整個廚房 它是雪櫃 32吋的大雪櫃 下面有冰櫃 然後上面全部都是儲物空間 這裡有櫃頂 這裡上面 因為當初原裝Polygon買入是沒有配微波爐的 原業主也沒有用微波爐 所以這個位置是割了 大家可以放醬油那些 但如果你需要用微波爐的話 也可以買一個自己放在這裡 給水 這邊全部都是貴 櫻花牌的抽油煙機 這個抽力又是比現在很多新的condo 會更好些 這個就是四個大的 gas爐頭 下面就是焗爐 焗爐基本上很新正 業主也是我們香港人 不太喜歡用焗爐的 都是喜歡煮菜 這邊就是大量的廚櫃空間 然後下面 這裡整個U都是儲物空間 四格櫃桶 三格小的 一格大的 轉彎位有櫃桶 裡面有轉盤 這個就是細小的 類似的醬油櫃桶 下面就是很大的垃圾桶 還有放東西的空間 這個因為它沒有做轉盤 反而裡面這些不常用的東西 可以塞進去裡面 洗碗碟機都是原裝 其實它所有電器都是原裝的 廚房的後面就是門口 所以門口進來 完全是沒有浪費的 一打開門進來 右邊就已經可以放到三副鞋物 或者有些清潔用品 然後旁邊就是2nd bath room 所以趕著回來洗手間 不用走那麼遠 這個2nd bath room 它就簡單 一塊大鏡 然後一個台面 後面就是shower stove 是四四方方的shower stove 我們都已經做過清潔的 很乾淨 好 剛剛已經看了客飯廳空間 這邊一個細走廊 可以進去兩間大小房 中間這裡兩階 一個是洗衣機乾衣機 都是原裝的 然後就是那個儲物空間 類似Linens room 我們看看主人房 這個單位的主人房設計 比較特別的 它很長的 它未必很闊 它闊的位置是這個area 所以擺床 比如說擺雙日床 就算你要擺King size 都沒有問題 這個位置是很闊 然後就有冷氣機 這裡 再向東這邊 還有一個指望位 所以大家如果想把這裡 安做書房 放一張書桌 看著外面的樹 原藝做事也可以 這裡基本上很私隱 或者如果你有小朋友 可能剛剛生了BB 這裡放BB床的位置就剛剛好 總之房間是超級長的 然後這裡可以放電視機 有冷氣機 到這個位置就是Walk-in closet 這邊我剛剛開了門 就是L-Shade 大家可以再做櫃放衣 然後再進去這裡 就是主人房的洗手間 主人房洗手間就是四個 一個Sink 然後就坐廁 這邊有Shower 也有浴缸 所以可以浸浴 也可以洗澡 也可以洗澡 洗澡 也比較方便 這邊的話 桌面下面 就有很多櫃桶的空間 全部都是櫃桶 洗手盆下面都是儲物空間 一塊大鏡 就整個廁所都可以照到 這個單位的冷暖氣系統 如果是房間那些 就是用冷暖氣機 可以開冷暖氣 可以開暖氣 洗手間 它另外 大家還會看到這些控制 就是洗手間 因為它未必能進來 就是有暖氣 所以洗手間暖一點 就可以另外開這個Baseboard 最後我們就看看 第二層房 這間是主人房 關門之後 外面旁邊 這裡就是另一間房 這間房 相較主人房 就會小一點 但一樣 尺寸足夠大家可以放到 尺寸床 然後也是往東面 都是一些植物 比較多 privacy 比較樹景 比較多 然後一樣有冷氣機 這個是排風位 下面這邊有衣櫃 大家看到大部分 Poligon這些 木結構的地區 都會外面是地板房 是地毯的組合 因為大家都知道 木結構的建築 全升會比建築更強 所以會比較強制 大家都要用地毯 Ground Suites的好處 就是根據我查看Strata的文件 地面單位是可以換地板的 但二、三、四樓就不一定可以了 當然這些Strata的例子會隨時改 大家如果到時真的買入了 要再跟Strata申請 但這是地面單位的好處 因為下面你換什麼都不會再吵人 好 好 這個單位是107-9399-Otland Road Polygon是在2012-13年落成的 兩個Low Rise的屋苑 我們是9399-Otland Road 上面是出入口 待會會帶大家去門口 去車房看看 這個單位雖然是差不多十年的扭力 但放心都是有冷暖氣的 冷暖氣的系統和Gas 這些全部都包在Strata fee 一個月大概是528元左右 電費就不包 電費就自己給 所以例如雪櫃、焗爐、洗手間 有兩個Baseward的電 就會出回自己的電費 所有資料都放在我的網上 如果大家想直接看這個單位 可以記住107後面 或者上我們的主頁 或是Listing Page 已經有資料 我們現在都很努力地 做這個網站的改版 因為發現之前 我們的網站是以 Presale 留花為主 只有一兩個Page 集合我們的Listing 都不太更新 後來發現很多朋友 反映想看多些二手樓的資訊 所以我們現在都慢慢把 所有我們的Listing 最近賣過 正在更新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上我們的網站看看 Carriequette.com 然後主頁 你已經可以看到很多 好像目錄那樣的東西 就帶大家去看不同的內容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如果你對我們的網站 有什麼意見 想我們改進 加些什麼內容 都歡迎留言 或者WhatsApp 告訴Carrie 多謝大家 我們現在就去看看門口 都關上了窗簾 等等 你想試一下梨 這個梨 這個梨 就是Agea Banzas 你咬紅色那邊 還可以的 我先說明 他們說這棵樹是Strata 是很喜歡的 然後剛剛 在這個 剛剛在 這鵡 之後 剛剛在純利的 其實純純燉了一道梨 很甜 對 是很味道 剛剛我們遇到街坊 認得學生朋友 有一個碩的去跟我說 我們聊天 我們就不小心燉了一道梨 所以他就說可以吃的 Strata 這個就是 9399奧林的Lobby 外面是奥林路 匯鎖除了在後花園的通道之外 也可以經過有冷氣的地方 裡面是信箱 這扇門出去 對面已經是匯鎖建築的入口 這邊是近一點 上次九森泛泛麥堅要兜過來 這就是匯鎖 如果大家想在匯鎖裡面 可以看上次的影片 也有跟大家分享過 出了大門口 進去要有FORB 普通人就不能進去 這條街已經在奥林 前面就是奥米加 其實這個區域 Carrie在最早 頭一兩條地產分享片的時候 第一個跟大家介紹的區域 第一條? 什麼? Richmond第一條片 Richmond第一條片 對面奥米加 應該是9388奥林路 也是一個Ground Suite 那是一房單位 一房單位 有一間很小的書房 我還記得是玻璃門 大家可以看那條影片 我看那條影片 趕來超級慢 Omega就是Concord 我們Made Fair Place就是Polygon 大家都是這條很寧靜的街 這裡的門口都有很多地方可以泊車 一路向前方 就是可以去到Walmart的商場 這條街其實都很安靜 你看大部份可以停車 很多人會過馬路 所以你出來都舒舒服服的 如果大家是開車回來的話 這邊已經有一個Gate 所以停車就是這邊轉進去停車 我們那兩個車位都很方便 基本上進去Viseta Parking 再轉一個Cornor 已經去到其中一個車位了 稍後跟大家看看 這些妹都熟了 油炸妹 你四處炸東西吃吧 好貴的妹 5元一盒的 對呀 這些是自然的 這些很酸的 對呀 門口進來 這裡是Viseta Parking 其實你左手邊 第一道Gate 已經可以很快進去的車位了 那邊就是Lobby 然後其中一個車位已經在這裡 駕車進來也很快 不想繞很多個圈才找到自己的車位 其中一個就是這邊 現在機仔的車暫時停留在這裡 那跟大家看看另一個車位了 好 先找一下 另一個車位很大 你差不多到達了 哦 是的 這個 記得就是這個 我已經站在這裡了 這個車位是特大 因為它除了本身這兩條線之外 其實旁邊都是一些空隙 所以這個車位特別大 不過號碼不見了 其實是61號 這個60號是來一 這個車位進來也是很方便的 那邊就是門口 好 門口第一個Gate 你多拍一個Gate 進來這邊 已經是車位了 就是Second Gate的第一個 拍完片就要醫圖了 因為真的很餓了 現在天氣很棒 我們溫哥華熬了幾多月 冬天、秋天、春天 終於現在可以是summer time 完全是有一種熱的感覺 其實很厲害的 我們現在去找地方吃東西了 介紹一下這個區 因為都是Walmart附近 就是我們剛剛的九三館 那個Oakland附近 開車過來幾分鐘 步行的話 都是十多分鐘就已經可以到 我們準備去這個八會餐廳吃東西 這個是街坊 剛才浸浴那位街坊 說這個好吃的 我們來試一下 來到這個區域 跟大家來看看這裡是怎樣的 外面這條是Garden City 前面這集就是Concord Garden 2016、2020、2021還有一堆樓落成 然後再一路 整條Capston過去就是那些食物魔 然後再去到那邊 就有Capston Skytrain站 有新樓、Da Vinci、Picasso都是那裡 那對面馬路就是 剛才Carrie跟大家分享過Tarlister Polyga 其實在那裡正在建的 那個建築 這些價位都很高 如果比較起我們剛剛賣939的Oakland 大家都是Low Rise 然後都是這一類的Area 如果大家要在Pertalister買 過兩年落成的 說的是八百多尺的單位 我想座底都九十九 九字頭的了 不會再是這七字頭的教位可以買到 首先送了一個大禮湯 這個好像太厲害 它有糖水 蜜糖那些都是吃的 這個太厲害了 那個蜜蜜會出味一點 我現在吃的是馬拉棧炒通菜 我可能沒有吃過 是嗎 以前在香港 泰國越南三廳我最喜歡 叫馬拉棧炒通菜 這個我少了 下菜了 好 好吃 嘩 這滑�味 先吃完吧 先吃完東西 怎麼拍片呢 哇 很大豆 其實點了餅也夠了 這個可以打包 我喜歡吃走地雞 沒那麼熱氣 我喜歡吃走地雞 所以點了一個蒸雞 應該是走地的 肉不是一大坨 有些荷葉包著 還有飯 還有它上的 也有蒸爐 剛剛蒸出來的那款 好香 先吃雞腿 好熱 好滑 這個雞味 很好吃 好吃 而且它還有一些 蠟肉 不是蠟肉 不是蠟腸 對不起 然後有些蔥 有些薑 還有這個是什麼 菇 菇 它有很多材料 挺好的 對 好吃 我好喜歡吃這種骨 還有這麼大件 因為小件我都會吃的 太大件 我可以知道這個中文的蜜糖 是挺好吃的 是挺好吃的 不宜奇一點 香香的 有些肉香 挺舒服的 甜的 喜歡吃甜食的朋友 可以考慮 很開心 一餐 一兩餐 價錢也反映了 我們的荷葉酒地雞飯 是35.9 即36元 麻辣散炒蔥菜也挺貴 30元 不過好吃 然後雞仔的柚子麥一致 怪不得這麼甜 你以為是柚子麥 是啊 是啊 四個半 不是 哦 28元 我點了一個凍檸茶 是5元 我們賣單是105元 我們呢 剛剛已經吃飽飽了 然後就 兩盒 一盒火熱飯 一盒 骨骨 這樣繼續吃 菜有點油 底的 所以就不打包了 先喝凍檸茶 散炒蔥